收穫富人動怒 宅派員下跪磕頭 黑貓宅即便宋貨員跪在地上 邊呼邊猛力磕頭 他遲犯了什麼錯 宋貨員凌自一幕 宋貨員跪地磕頭 昨天被網友拍下 PO在臉書社團爆料公社 21歲宋貨員遲到 被你約60歲夫妻狂罵 甚至被逼到下跪道歉 後來有人深夜轉貼 氏族女兒陳清雯 說媽媽的廚房間用藥吃完 要求週日上午送達 沒想到下午才到 爸爸問為什麼你們公司 要答應做不到的事 以南送後員先嗆聲還動手 還威脅知道你們家住哪 媽媽臭婊子 警方到場處理 我告訴你是一個服務業 你不應該這樣 你們做不到的事不應該答應 你急著要回去 你急著要等到台北 我要六點的事 因為他說要揍他 很多人錄影 說你看我敢打你喔 你試試看喔 我別再讓你好看喔 然後一直說我罵他 我罵我罵他 甚至 而且你家在這裡喔 我很知道在哪裡喔 我去打火喔 我打人家說是1點鐘 我可以給你看通話紀錄 送貨員坦誠爆出口 我真的要抱歉 我真的要抱歉 夫人也承認踩送貨員一腳 雙方決定互不提告 不過網友似乎是比較挺送貨員 送貨員也透過爆料公社聲明 他只是學生不想提告 一切是製造的 感謝大家 希望別傷害公司名譽 敵方中心 漲化報導